观佩文 周记 我现在在捷克的布拉格旅游 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 然后我今天在酒店的时候 突然间看了一个枪枪山人情 反正他们这集说有一个什么事呢 说这个曹云金和郭德纲又骂起来了 两个都说相声了 德运社出来的 这个据说是郭德纲啊 发的话挺狠 说什么 气势灭祖啊 你这不孝啊 云子辈的都滚蛋一类等等 这个事呢 其实在我看来很简单的 就是什么呢 你郭德纲 他是一个传统相声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那个时代呢 就是说实话 秉承都是那种师徒传承 现在来说中国很多东西也是都是师徒传承承 就是说 你好比说一个什么手艺人 他有一些秘诀啊 都是师父才能才能教你的 像那个公务熊猫大家看过吗 里面那个那个熊猫他老爹不跟他说吗 说那个有一个秘诀一直没教给他 不教给你们嘛 我们做的这个味道就不一样 但是呢 老曹呢 曹云金呢 就认为什么呢 像我这种人 现在已经混出来了 你也应该把我这个尊重我点了 不能老像以前是那种徒弟的那种关系了 因为在这个传统相声里面呢 这个师徒关系是很重的 中国一直就是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个夫为妻刚 君为臣刚等等 师父呢 就是徒弟的刚 师父说什么 徒弟要做什么 那郭德纲不是说吗 说想干我吗 这一孩你就把自己压低 像狗一样 甚至连狗都不如 这样 非常的狠的话说的 然后呢 我这个事我就是想一想 你说 郭德纲这个人 他自己对于传统艺术怎么样 他很热爱呀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你曹云金呢 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人 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的价值观 肯定要受到他朋友这些人的影响 同时他现在出面了 那么他出面之后呢 他的那些 在娱乐圈上的朋友也会影响他 这样情况下呢 有的时候你这个 所谓的师父对待徒弟的一种教训 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说白了 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 所郭德纲 所代表的这种传统的 师徒关系的 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 这样一种社会的结构 以及曹云金这种所谓现代的 欧美影响我们的这种契约的关系 所谓契约精神嘛 如说的 社会契约论嘛 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 所有的关系都是契约关系 包括君臣父子 都是契约关系 当然父子他没有那么说的那么明显 但是君臣他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而且他已经把这个君 完全给他解构了 所以现在在我看来 就是你西方已经接受到这种东西 这种意识形态 可是中国呢 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呢 中国就一直在解构这个东西 我们原来的传统 可是呢 还没有解构彻底 所以就虽然这个现象 这是第一点 也就是他们 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大环境 还有一个小环境就是什么呢 你郭德纲和曹云金都是那种 斤斤计较的人你知道吗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想如果像我这种脾气和蔼的人 你说实话 我根本都不会理这件事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骂人人不理等于骂自己吗 对不对 可是你曹云金和郭德纲 都是一路货色呀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他们讲相声 那咱们不说 那是一门手艺 手艺他做的不错 你就算一个人再流氓 他烙饼烙得好的话 咱也会买他的饼 不会因为他是人流氓 而不买他那个饼 但是中国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价值 所谓的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物品要看人品 他两个又挂钩了 其实这不是完全挂钩的 这是一个 很多艺术家都是疯子 那你说你能这么挂钩吗 对不对 你翻钩都是精神病 把自己耳朵割掉了 所以这个事就是说 哎呀 又扯远了 话说回来 就是他两个人格有问题 郭德纲也不是什么好人 曹云金也是 所以他俩呢 第一有这个时代背景 第二性格问题 所以就吵起来了 这个事在我看来 媒体都不需要给他放大 没有意义 当然他俩是名人 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名人呢 有点话题感 但是连强强三言行 这样的节目 都关系了这种话题 我认为就他这个节目 就下档次了 那有人说 那你下不下档次啊 你为什么周记 在讲这个事啊 其实我是在旅游 我偶尔听到了这个消息 我就评论一下 发表一下感慨 我的感慨就是 他们不应该报道这个事 好了 我去旅游了 我现在要去高宝 拜拜 拜拜